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小龙 来自埃及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斯珊娜 来自阳明院 我觉得在中国 吃上一口日后的饺子 就算过年了 我觉得过年就是 我干了你死亿 给你元宝 给你一个元宝 在十二生肖中 龙是一个 充满着吉祥寓意的属相 伸手大家的喜爱 今天我们来到了 北京的一个新年庙会 听说这个庙会里 所有的商品 几乎都有龙元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 这个新年庙会 欢迎来我们中国 品尝我们的糖化 糖化呢 已经是现在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他们基本的图形呢 就是十二生肖 以前是一种 民间的一个手艺 大家给他请了糖成像 品尝一下 谢谢 我们的中国糖化 龙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一定要一个 这个案板有一厘米左右 这个要一笔下来成全 要不然你拿的时候 会拿不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糖花 我觉得很神奇 它像一个艺术品 又可以吃 很有传意 我本身很喜欢吃糖 我觉得把糖做成龙的形状很酷 我以前看过 李小龙还有成龙的电影 我很喜欢李小龙 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名字 我们是北京原大学的留学生 我们在中国已经半年了 我们是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 所以我们很期待 希望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 今天我来带你们做一下 这个舞龙非常有趣 龙呢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它是呼风唤雨的一个角色 我在电视上看过舞龙 就是有很多人会把一条巨大的龙 用棒子巨型起来 像龙栽飞一样 那个很好看 但是感觉很匪劲 传统的大的舞龙 看上去可能确许有点费劲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迷你版的舞龙 这就是舞龙的那个棒子 就是支撑它身体的这个东西 这边就是龙的尾巴 然后这个地方是龙的尾巴 然后我们第一步呢 是需要把它沿着这个线 直接给它抠下来 你觉得什么是过年 我觉得在中国 吃上一口热乎的饺子 就算过年了 我觉得过年就是我干了你死意 哦 你很喜欢喝酒是吧 对 我觉得喝酒很有肥味 那你有没有喝过 在中国有一种酒 叫龙廷渔夜酒 龙廷渔夜酒 那个太贵了 听说一百百倍 我有钱再说 刚刚财神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就已经有钱了 赶紧去喝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去过天津 还有河南安营 我好想你 不要羡慕我 真的费钱 母亲的计划就是去洛阳过年 因为我听说他们那边 就是主持了很多活动 随了银行游客 听说可以放鞭炮 还有可以放盐花 有年味儿 那我们刚才的步骤都全部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步 舞龙 像我一样拿着两个帮子 展开 哇 很漂亮对不对 我的龙很开心啊 嘟嘟嘟 希望你们今后的每一天都像这一条龙一样多姿多彩 一声辉 刚刚我们剪了手工走龙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 在葫芦上画龙 在中国葫芦是葫芦的谐音 所以在葫芦上画呢 有极像如意的韵液 就因为它是立体的嘛 就跟平面可能不太一样 我画了一个飞龙的龙 你看我已经画好了我的手腕 李小龙可叫你什么你刚答应了 李小龙再一次 过年写福祉 是我们中华民族店的餐厅习福 今年呢是龙年 我们就叫你写个龙子 我比这个毛鼻和这个钢鼻不一样 这个胳膊不能挨桌子 平衡流水似的 先写这个 然后再写这个 然后再写这个 我先忘了监挡的龙 给你写了复杂的龙 好 现在开始写我的龙啊 毛鼻写的感觉不太舒服 钢鼻写的很简单 我不是刚写的龙的粉梯子吗 我现在把这个龙的粉梯子变成达达 哇 一开始我就要写龙 没想到会写达达 今天我们愉快地体验了龙年四个项目 今天我们画了谈话 画了胡闻 也写了四次 我还做个龙啊 下次我已经带来我的朋友一起来放描绘会 困窃的时间 在我们那边的中国人他们也会过节 和那个洋花团聚一起吃饭会舞 让我们跟他们一起体验 我觉得今天的描绘就是传统跟现代的融合 很多堂位的装修都有银色的风格 除了电影里的样子 中国还有泡外的手工 祝大家 新年多多挣钱 王氏如银 新年快乐 好 197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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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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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